Eason 接下來要去哪 讓他帶來去參觀 他們當地的那個食材店 當地吃午餐的地方 吃午餐的地方 所以是Local都會來的 對 走…看一下 林郎滿目都有 Local Supermarket 那個 Eason 這是什麼 這個是用那個 車徐備的備盒做成的粉 好像 我還以為 那這是幹嘛用洗衣粉 是要 夾檳榔 對 台灣的石灰是化學合成 就是天然的石灰粉 是 天然的石灰粉 這好像洗衣粉的感覺 好像太白粉 對 這個是大包裝 就是家庭泡 大包裝 小包那種的 人生攜帶 你說家庭泡 全家人都愛吃檳榔 是 對 大家想吃吃看嗎 我們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吃吃看 我們來看當地的檳榔 我們請店員小朋友 幫我們包一個來吃吃看 好 這是柏柳的檳榔 這是柏柳的檳榔 柏柳的檳榔 那怎麼吃 你可以請他幫我們包嗎 好 請店員幫你們包來吃吃看嗎 沒吃過 吃嘴巴 那可以幫我們加點粉 好 它很像還沒有熟的芭辣 味道很像 好 它手上拿的就是那個粉 其實那個粉 然後一次吃半顆 對 他們都是一次吃半顆 其實當地人手 石灰粉就直接灌進去了 那個煙 或是用葉子包 我這杯才沒有吃過耶 石灰粉直接灌進去這樣子 可以紅色的不用麻將 這是貝殼粉 你看 貝殼粉就直接放到 它的那個檳榔裡面去了 來… 一人一顆… 來…彥甫 來… 大家都沒有吃過檳榔 這個直接摔著腳 對啊 那要用哪邊牙是 用門牙還是用 用門牙可能會有點粗力 用後面的舊子 用門牙 沒有吃過啊 你吃牛排會用門牙這樣吃啊 你吃… 你吃… 一開始會有點澀澀的感覺 對… 要稍微用力一點 汁要塗料 其實不可以渴到 有點苦耶 對 有點苦耶 但是活流人 這邊天氣不冷啊 為什麼他們要吃這個檳榔啊 消暑啊 消暑啊 你吃過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不是啊 好苦 這有點像是 很澀很澀的 芭拉乾的感覺 聞起來說 有點像是檸檬蝦的鹽巴的味道耶 有一樣那種感覺啊 很像水果啊 很像芭拉花 好澀哦 會辣嗎 不辣只是好澀 可是嘴巴沒有很紅啊 吃檳榔有一個訣竅 有沒有看 大家都放在後面吃 還會像這樣 這個好澀 好像在啃樹皮的感覺 好快哦 沒有吃過檳榔耶 好快哦 瞄解一下 有點像在啃樹皮的感覺 這個有關係嗎 這個有關係嗎 什麼感覺 像芒果還沒有熟的感覺 果實沒有熟的感覺 甘蔗茶 石灰粉 干貝粉的感覺 而且... 這不是什麼感覺耶 但是心跳怎麼會變快的感覺 對 對不對 我覺得心跳有變快的感覺 我們再看看別的好了好不好 來柏柳 一定要試看看當地的檳榔 但是看你們三位的表情 吃起來都好像很不舒服耶 我看還是來點正常的吧 這個滿特別的耶 這個特別 這什麼啊 這什麼啊 素薯啊 柏柳當地傳統的主食 因為柏柳是沒有產稻米的嘛 上面 上面這個... 跟那個蘭嶼是一樣的 蘭嶼也是吃那個... 吃那個... 地瓜 那這是... 這個是加工過的 它是做成像甜點 上面淋的那個是椰奶 所以吃起來是甜點 這個很好吃 真的嗎 那我們來吃吃看 好香喔 椰奶味道滿濃的 素薯 有點麻糬的感覺 所以我為什麼看起來 這麼像麻糬 很像麻糬 我覺得吃下去很像年糕 麻糬的感覺 但是它這個上面是椰子 椰奶 椰奶 很好吃耶 真的好吃 好吃 也有點像是搗碎的米飯 真的假的 對,就是他們的澱粉來源 好吃耶 這個一根... 我自己還澀澀的 你是檳榔太飯廚吧 檳榔太飯 檳榔味道太重 還澀澀的 我覺得這個一根 可以媲美一碗白飯 這是高熱量 高熱量的澱粉 滿好吃的 滿軟的 高熱量的澱粉 它很像那個... 很像麻糬那種感覺 高熱量的澱粉 我剛剛原本是這樣 不是,高熱量的 高熱量澱粉 對 高熱量的澱粉 好噁心喔,你拜託你好不好 蔡允潔,你真是太噁心了 一聽到高熱量 就不顧一幕形象 這樣觀眾怎麼受得了啊 我看我們還是去看看 有哪些東西吧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牛肉 它把它做得很像冬火肉 就很像那個草州種耶 這個我們吃起來可能就直接有台灣味 因為它是用醬油爐的 是,可以吃吃看嗎 好 完整 這很像淘州種的感覺 謝謝 它那什麼葉子啊 它用那個荷葉 荷葉 對,把它包起來幫身體的冒肉 所以跟我們台灣的肉粽葉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嗎 不一樣 台灣的肉粽是吃的 好 好,直接幫我們 好多喔 我覺得它直接是 想什麼都能打 導遊啊 因為大家都會問他嘛 那這個是什麼鋼啊 這不鏽鋼 不鏽鋼 喂,小胖彥甫 不要亂問導遊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啦 趕快吃看看 這荷葉乳牛肉到底是什麼之味 荷葉 牛肉滿嫩的耶 對,滿嫩的 是不是 好香喔 好好吃喔 怎樣 它牛肉非常非常的嫩 對 好嫩 好嫩喔 因為它在煮的時候 它是幾乎是全部浸泡在那湯裡面煮的 所以那湯汁的精華 全部都灌湯到牛肉裡面去 那牛肉煮起來的時候 它不會老也不會柴 吃起來是滑嫩之外呢 它那牛肉的那種香氣在裡面 真的那麼誇張 講來聽一點就是 牛肉有一點 而且你看那種牛肉的那種燒香味 好香喔 太誇張了 真的 這是牛腩喔 牛腩呢 很嫩啊 很嫩,而且還有葉子的香味 對,葉子的香味 它是肉的味道 好吃 除了牛排之外 好吃 所以這種做法是我最好吃的 這間食野商店 在柏柳可是小有名氣 店內都是販售一些 當地現做的特色料理 從一早開店賣到中午 客人就是絡意不絕 觀眾朋友 有機會來到柏柳 想吃看看一些當地的特色小吃 不妨來這邊逛逛唷 也太豪買了吧 好的 YES 各位觀眾朋友 是的 有看到我們今天背的這個包包嗎 對 如果你想要得到我們今天這個包包的話 趕快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對 回答我們的問題 謝謝 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國家 叫什麼名字 兩個字 兩個字 回答正確的朋友 不會是峇里島 好不好 不會是峇里島 回答正確的朋友 你就有機會可以得到我們整個包包 好不好 OK 還有可以上我們臉書 也可以回答問題好不好 可以 臉書官方網站說 這裡是什麼地方就好了 OK 走 走 觀眾朋友先別急 等節目播完才能回答唷 逛完了路上的行程 接下來我們要乘著快艇 前往柏柳壁區的景點之一 水母湖 一探這大自然的奧秘 下一個地方就是柏柳非常有名的 水母湖 水母湖 而且這個地方有沒有 是羽氏隔絕的地方 而且這裡面的水母 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邊是沒有任何的天敵 對 所以它的毒性 已經慢慢慢慢的 已經越來越弱了 對 所以我們 幾乎是沒有毒性了 對 跟大家呼籲一下來這邊 我們可以看水母 但是我們不要去摸它 對 但是因為羽氏隔絕的地方 不是我們現在肉眼所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要 翻過這座山 到另外一座山去 就到了那個羽氏 10分鐘就會到了啦 太多了啦 走... 往這邊上來 這邊好原始喔 剛剛可以想像嗎 現在我們踏的這邊 在幾億年前 這邊都一樣都是海洋裡 真的假的 這邊都是海洋 你看這個下面 這其實都是珊瑚耶 都是珊瑚的化石 你看 好大一個喔 這是珊瑚啊 你不講我還以為這是小石頭啊 這是珊瑚的化石 其實在台灣以前也是這樣 台灣最常浮出水面的地方 就是那個山仙台那邊 那邊 那邊以前有原始人叫做 藏兵人 藏兵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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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上來看一下水女 好 算了 好 算了 來 去吧 去吧 這是什麼這樣的 去吧 瓜彥均 每次遇到爬山你就不想走 快點上去 全世界都在等你 我覺得 這上面有很多的天然的一些資源 可以來這邊上生物課喔 我覺得 對 好像來過太雨淋的感覺 我就是變瘦了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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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到了 到了耶 終於到了 這是真的獸禮嗎 好 沒到 來 到了 到了 加油 好 人間仙境喔